來 妳看一下這台車 妳先看一下它整個外觀 覺得怎麼樣 覺得 看起來像一隻魚 什麼 像一隻魚 這個就是要下車的地方 門檻嗎 下車 這個一隻多會 你現在就踩一踩 這一踩就幾萬塊就 這台不是下車的地方 你給我聽好了 這個是放手機的地方 是這樣子 我們還要蹲下去自然 這台不是 這是車群 對 全球限量25台 台灣限量 注意安全 好 真的沒有關係 不用管我 好 我不會管你 沒關係 把機會帶給他們 把愛車這件事情 分享給更多的人一起愛車 我覺得是這樣子 很棒 看他很開心 這個貼背感 好黏喔 輪胎煞車 好黏喔 這種感覺就像各位 如果你去打籃球的話 你要不要一雙好的球型 歡迎收看寶島風車訓 教你聰明駕車走好運 大家好 我是全民試車手怡神 大家好 我是新男試車手新男 又到了新車試駕的這個單元 如果有在關注我們這個節目的觀眾朋友 大概就會知道 我們每一次都會請到一些大來賓來到現場 然後陪我們一起試駕 當然 小型哥 以前你都這麼照顧我 今天呢 這個來賓是由我來準備要給你一個大驚喜 真的嗎 這一次呢我們走的是 歌手風 歌手 對 該不會約到周董的車來了吧 等 喂 教導 下次來好不好 下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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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期待 對… 我給你一個範圍 女生 酒令 酒令是不是 我覺得是 真的 就是 你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 太棒了 但是… 你注意喔 今天比較特別 他有特別的交代 他要點車 他今天想要試駕的是 很特別 奧迪的RS6 RS6 對 而且還是經過改裝的 好 這時候我們現在節目有一個新的單元服務 就是歡迎藝人朋友 來加入我們的一個試車 你可以告訴我們你想要試什麼車 就可以來參加我們的 這樣的一個點車 藝人單元 學友 你要來 這個來賓他算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 對啊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聊好不好 好 你不要再瞎扯了 OK 他已經到了我們去找他 走 看車 跟你說 呼喚來賓的方法很簡單 歡迎蔡依林 這是酒令 對啊 你看 我覺得是差不多啊 蔡依林 那她是 謝偉 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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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傻分不清楚 好 有在這鄉下 還可以 做介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偉林 今天來 對 應該不是要來唱歌這麼單純吧 對 我今天來不是來唱歌 因為平常的都是你們點我歌 對 我今天呢 要來點你們車 對 因為今天我們都知道 你點了一台很厲害的車 這個對我還費了一番苦心才找到 而且小型客要幫你加碼 來 你看一下這台車 你先看一下它整個外觀 覺得怎麼樣 覺得 看起來很像一隻魚 什麼 像魚 為什麼 我聽錯啊 為什麼像一隻魚 因為它的外型很長啊 然後為什麼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一般車子不會有 這很像魚的雲塞啊 好行 好行 一語中關 就是引擎散熱 就是它呼吸 引擎散熱 對 倒風的 對 可是沒有這個也可以啊 這個效果會更好 對 我們通常會把它 稱作為鯊魚的鯊魚 鯊魚鯊魚 所以你說像魚 對啊 你看果然是它點的厲害厲害 但是呢 這整台車 不光是一台 四個圈圈牌子的RS6 不是你點的那個普通的RS6 它是全球限量25台 全球限量 可是人家 比日本進口的壓縮機 還要稀有 懂不懂 可是我有問題 這個人家這個牌子 就這個牌子的車 幹嘛要給它改裝 女生應該不想出去撞山 或是撞包吧 好 也是啦 你看它的外觀的套件 那個釘封液 還有下巴 對 而且整個都是探心的 探心有卡洞 你是要這個幹嘛 你覺得很累贅嗎 就是當我們開到一個速度的時候 它的移封更好穩定性 你看這邊 它的輪圈 22吋 那像那一般 比如說就是我們路上的那種 一般轎車大概是什麼 一般的轎車輪圓很大 那比如說 例如計程車 大家常見的計程車 大概16、17左右 Altis Wish 16、17 22吋 22吋 蛋糕的話是8吋 對 8吋 8吋 這樣有概念嗎 知道它多大了吧 還滿大的 很大的 裡面還有這個所謂的陶瓷的煞車 陶瓷煞車要離開的地方 對 就是它的散熱的效率更好 小型哥辛苦了 腦細胞死了不少吧 對 然後你再看一些外觀套件 像這個後視鏡 那這個是 這一樣是卡爆的一個 碳纖維一個半 美觀的一個貼附的一個碳纖維 可是它就是後照鏡啊 走開別摸啊 你不懂 碳纖維要幹嘛 我覺得很漂亮 對就是漂亮 而且碳纖維它輕 又硬 算了算了算了 我OK 我OK 來來來看這個 這個就是要下車的地方嗎 門檻嘛 下車 這個一隻多貴 你只能要踩嗎 這一踩就幾萬塊都沒了 這個下車女生穿光鞋 很容易卡住耶 是不是 這才不是下車的地方 你給我聽好了 這個是放手機的地方 對 我們還要蹲下去 這是側裙是不是 什麼叫側裙 側邊的裙子 側子的裙子 對 裙擺 就是幫他穿衣服的意思 對 它有一個裙擺的裙子 所以側裙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放在這邊 只是為了好看囉 這也是算好看 對 這是以好看為主 OK 我跟你講你看 就像你這個耳環 這是幹什麼的 好裝飾啊 男生看不懂啊 好看啊 就有點像這種感覺 知不知道 一切都是為了好看 好看 好看啊 正點 來 再往後看 你看這邊也有啊 這個也是這樣 對 這跟前面 就是一舉龍鋼 它是有一個主題在 就像主題咖一樣 OK 我覺得男生也算是 有一點生美感的啦 我今天這個發行 但是妳為什麼會點這台車 其實這台車 今天不是我會點的 不是 妳來幹什麼 我們找了那麼久 我找了兩個禮拜才 然後他剛剛 我們跟他講的跟真的一樣 對啊 我借了好久 我跟你講 我今天有任務在身 因為我今天呢 為什麼我要點這台車 因為我今天要點特別的 特別來賓 是特別來賓 是特別來賓點的車 今天 就是可以來賓自己 Cue來賓過來就對了 對 不好意思 我下班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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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就是 好 這樣 既來賓 對 妳今天帶了什麼來賓來 我今天的來賓 絕對不會讓妳大視所望 他跟我有很多相同之處 應該說他們跟我有很多相同之處 他們有三個人 是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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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的那個範圍就說了一小三個 是小虎 對 然後他 想去看幾歲的人 好 總而言之 他今天就來了嘛 對不對 我們 他們點的是不是 他們點的 那我們去找他 我們去載他 我們歡迎他現在去載他過來 好 OK 走 怎麼樣 我幫妳朋友 準備了這台 7人座的休旅車 TOTA的AFA 他改了氣壓懸吊 他其實可以做一個 車高的調整 他整個可以這樣升降 他在地上 被人搓 而且還被房子脫掉 搓的意思 就是很炫 你朋友不是在等的嗎 好啦 快點 快點 我們趕快上車吧 OK OK 走 我現在要帶你們去 介紹我這個新朋友 他們最近非常非常的好 是潮謀嗎 算是全台灣 你有沒有看到 那三個 有沒有 看起來 很有氣魄 那三個 我朋友 那個音樂給他放上去 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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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能擋開 來… 你擋開了 這個很熟 這網路神曲耶 嗨 上車龍 嗨 歡迎 歡迎966 嗨 先生 先自我介紹一下 你看 見識 哈囉 洋蔥 其實我都認識你們 他在網路上都有看他們的 網路的音樂的影片 我也很喜歡他們 你真的假的 你幾歲了 謝謝他們 我再騙你 他是幾歲 欸 這一首就這一首 好 打鐵 我剛下班唷 今天禮拜幾 今天剛好禮拜六 我要喝啤酒 要把牛 準備要打鐵 喔 喔 要去哪裡喝 要聽 要聽什麼歌 不管Disco 電影 喜好 還是你都聽罷了 一生不管睡 大概有醉 我年輕就是奔錢 隔天又要贖罪 沒必要 生活就是這麼的乾脆 每天都喝到茫茫 視線保持茫茫 走路都很慌張 大地門就在鋼 洋蔥 通常這時候 都要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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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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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歡迎Joy 嗨 我剛看幾乎都是 你們兩個在唱是不是 因為我看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 是他還沒加入我們的時候 對 可是為什麼那時候認識他 還沒有開始唱 沒有 他那時候其實 就在寫歌 對 在寫歌 對 只是因為他那時候工作 那時候是在做什麼工作 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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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金融業是 金融業 金融業 這就是台中嗎 對 我們三個都在台中 聽說那個 不是我們四個都在台中 住一中街附近 跟我們一樣 真的好喝 沒有 我住金錢 我住金錢包 我住大洋 沒關係啊 他們聊就好啦 他們聊 他們聊啊 可是今天除了聊歌之外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是 聽說你們點了一台車 這把我搞慘 要幫你借 我借了兩個禮拜才借得到 謝謝 誰點的舉手 我 春風點的啊 對 為什麼是你點的 我很喜歡那一台車 你是特別 你特別喜歡那個品牌 對 我比較喜歡那個品牌 喜歡那個品牌 小型哥 能力越大 折勝就越大 你們要什麼車 儘管說 都跟小型哥這樣 打我的 都算他的 都算他的 很期待 今天你們點的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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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家是在拍照還是怎樣 先拍照啊 但攝影大哥擋住沒有關係 一樣都是紅色的 好那我跟春風哥簡單介紹一下 他升級動力從560 跳到730 730 扭力也到了 93點多公斤 所以我們現在試車要小心 要小心一點 但是因為喔 我們人數比較特別 1 2 3 4 不然這樣好了 就是 你們去 你們去開 然後我在定點等你們 好不好小型哥就 好 小型哥專業可以相信他 有問題就問他 好上這吧 好我們拿那個相等下 再見 安全喔 好 真的沒有關係不用管我 好好好 我知道我知道 我不會管你 我不會管你 那這台車其實就是所謂的 我們講的Completa 就是國外的乘車進口 我們剛剛也介紹過 這個全球限量25部 其中的一部 這邊就有寫25分之一 欸 真的喔 這就是他的身分證 好帥喔 所以他是25台的第一台 對 好厲害耶 其實他最主打的還是 就是他這個ABT在電腦調教的動力部分 嗯 他從560V原廠的4000V8的Tune Turbo 560V把他Tune到了730V 所以他本身也是一台新款的車 對他167 這是一台新車 經過改裝 對一個升級 他幾乎是沿用原廠的 停停的狀態 也沒有去加大排氣量 也沒有改渦輪 這就是排氣管電腦這樣的調整 這也是現在這個世代的這樣的一個汽車科技 就改改電腦 換個排氣管 就可以多100V 對 我們吹就是 哇 現在Audi所有的車 幾乎都是標配這些配備 Drive這個MMI的系統 他就把所有的動態模式啦 選像我們剛剛選的是自動 就把它選到動力模式 就是比較性能化的 他的選調會變比較硬 方向外變比較緊 然後油門也會變比較靈敏 就所謂的一個Dynamic動力模式 然後我們來小小體驗一下他的直線架 喔 這是有天美的感覺 我們現在實在道路上 本來是不是要開太快了 他原廠公布RS6的0到100是3.9 這一台呢 3.3 喔 我有功課喔 對 3.3 那我們要知道其實4秒以內 已經是很難在進步裡面 我自己的也是4秒 喔 那極速 原廠的限速是250 那這一台經過電腦的一個結束線 他可以跑到320 320 對 APT保守有公佈他的 在國外 因為德國有這個無限速的公佈 基本上他的性能可以跑到320 對 可以說是一個最速的旅行車 真的 那有人平常就覺得說 他其實有具備這麼大的馬力啊等等 這樣一個性能 對 你們平常開路上不會覺得 啊 你給我 不想咬車那裡 其實他的動力這麼大並不是說 一定要開到很快才能證明他 就像我們剛剛在市區有一些紅燈起步 或是在 操車的時候 需要操車的時候 他給你隨傳隨到的動力 是這種 也更是安全 對啊 但你不會拖離帶水然後操不過 有時候在山路 對會很危險 那這個車其實就是你一踩 瞬間又讓你完成操車 那煞車呢 煞車這台也沒有問題 他升級了更大的人開到22吋 295的寬度 那因為他是這個 誇張四輪傳動 所以四輪的尺寸是一樣的 然後還有這個陶瓷煞車 所以會讓這個煞車 在高速煞停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摔退 那一山會好像睡著 不是我覺得應該是有一點 這舒適的一台 是很願願浴室的感覺吧 應該很想要開一看看吧 那是很想 只是剛好我們自己的車 遇到這台車 就跟小夏亭哥大經驗 這次我幹這一行很痛苦 每次試完車回家 都覺得自己車子會壞掉 怎麼都踩下去 感覺都不一樣 哇 好棒 好羨慕喔 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喔 我現在沒去看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媽媽 這個駕駛 我們現在載五個人 對不對 還可以知道嗎 我剛剛應該自殺 有不到五分之的 還不到 只是清典這樣 春風哥哥 截至目前為止 有什麼感受 因為我其實對奧迪的車滿熟 那我剛剛有感覺 你有沒有人車合一的感覺 我覺得身為一個 愛車人士 我看到另外愛車的人 也開心的話 我會更開心 但是我覺得 他們應該停下來 也讓我開心一下 我覺得 就像小型哥講的一樣 有人家回去開我們車 應該就會覺得車子壞掉 哇 他那個油門真的踩起來 真的是很爽 很爽 春風 你覺得跟你的 我忘記你的 跟他的 他那台其實 他那台很快 對啊 我那台其實就滿快的 他那台就很快 踩起來有類似相同的 其實有點像 有沒有不一樣地方 他說 他做底盤比較好 底盤喔 左利利盒好有的好 沒關係 把機會讓給他們 把 愛車這件事情 分享給更多的人一起愛車 我覺得是這樣子 很棒 看他很開心 我真的滿喜歡這一台 這有誰要買的 可以圓自己的夢 是不是很棒 所以呢 也歡迎各位 藝人朋友 就是向我們點車 在這邊可以完成你的夢想 你想開的車 看到你們 就是可以駕駛到自己 心目中的夢想車 我真的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那 我可以在這邊看你們開 但是我希望下一次來的 是一個人就好 這樣我也可以在車上 對啊 不會啦 很開心 很開心 歡迎來信 真的 你們剛出去試駕的時候 我多擔心 你知道嗎 怎麼說 擔心被扣主持費 啊 戰機我都沒有看到 沒關係 俗話說 夢想人人有 但是 成就人家夢想的人 才是真正開心的人 對不對 來 春風 開到夢想車感覺怎麼樣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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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喜歡老車 今天跟我約下一次 要LowRider 楊松 覺得怎麼樣 他比較保守 因為你計程車司機 平常 你在手法 他已經開快車了 真的啊 我剛剛餐點想要下車 只要他一個人去試車用 因為大家覺得很無聊 我會覺得開車會比較快 這種車起來開才浪費 他大概剛剛只用了120匹左右 還有600多匹沒有用 120匹這麼浪費啊 那小秦哥你下次幫他安排一台 適合他的車好不好 家裡 好不好 那瑋琳開起來覺得怎麼樣 我那開起來感覺很好啊 你最好是 你有沒有開過 沒有 我覺得 應該這麼說 我在副駕駛座 一直感受很強烈的貼背感 那之後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們 會不會推薦其他藝人朋友 來參加這個單位 當然是沒問題 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說一下 你們想要什麼車 講出來就對了 反正小秦哥會說 我會說什麼 我會說什麼 真的太屌了 謝謝 正所謂 就是圓了人家的夢的人 才是最開心的 那今天很開心 請到911老舌天團 謝謝 謝謝 歡迎收看我們愛車診療師的單元 提成 有沒有想過我們試過不少的車啊 對 不管它是自然進氣 渦輪增壓 大排氣量 各種的性能 對 每一台車廠都有它的一個訴求 對 但是我很好你有沒有想過 它性能再怎麼好 最關鍵的 車上的零件會是哪裡 嗯 引擎啊 變速箱啊 車架啊 造型啊 對 方向發 真的嗎 還有座椅啊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少了一樣東西 你剛剛講的這些根本都是沒有幫助的 哦 是什麼 根本發揮不了的 啊 汽油 汽油 你是不是這樣揍啊 沒有油車都發不動 那你想講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地上看到的 輪胎 你說這個啊 對 我會這樣講的原因是說 這台車不管它有200匹300匹500匹 對 有沒有想過 因為我們有地先引力 所以車子永遠是在地上跑 落在地上就是這四條輪胎的 一個胎面 對 大概就是一個手掌的寬度 而且這個胎面其實很小對不對 對 你這樣講也有道理哦 我突然想起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沒錯 所以我一直常常在跟觀眾讀者聊到 性能升級的部分 我都會先建議從輪胎著手 那今天我們就特別要針對 性能車我們身後安排的一款 其實是有兩部 要來介紹就是所謂的一個 市售的一個高性能胎的 這樣的一個產品 一款 兩部 對 我有疑問 你為什麼要安排兩台 一模一樣的事 這就是我們今天測試的重點 我們身後這台白色的 泰拔 它用的是原廠的一個標準配胎 你說這個是原廠的配胎 對 它是一個馬牌CSC6原廠高性能胎 對 那這台藍色的 它升級的是車主比較熱血 它有去跑大風溫賽道 用的是比較靜忌的一個 有聞半熱熔的高性能胎 日本的東洋胎 對 東洋胎 哇塞 今天這麼大手筆 這兩台車我記得它的售價不便宜 對 所以今天的人啊 機器啊 車子算一算 我們今天大致做超過500萬 超過5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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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少很少 那時候全球的限量都在搶這台車 限量總是殘酷啊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選得到的 而且我覺得啊 先不要談台好不好 我覺得車也很吸引人耶 你看它的外觀 我覺得Type R 大家知道它的這個性能的定位 那我們從這個外觀可以看出來 除了車頭車尾都可以看到 Type R的logo 以及紅色的 H的 沒錯 車廠的這個常規之外 對 那空力套件以及葉子版 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帥 為了讓這個空氣的力學的設計 那我們再看到車尾 其實有一個3D立體的尾翼 有沒有覺得 其實設計的還蠻尿的這個尾翼 啊 你覺得尿啊 我覺得蠻尿的 我覺得稍微大了一點吧 我比較喜歡小一點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後車門的車門法 它是做了一個隱藏式的設計 所以讓它整體的外觀 看起來很流線 我覺得這個外觀是很年輕的 我不知道你這種老頭也會喜歡它 看照片 大家可能會以為它是一個coupe 對 我們講的雙門 其實它是把這個門法 就像以整理講 它藏在這個窗框上面 對 最近很多車輛 很喜歡用這樣的設計 但是今天我們的主題是輪胎啊 對 我們現在高性能車的高性能胎 我們今天主題是輪胎 站在這邊空槳 也沒有用吧 當然啊 我們等一下會經過實際的試車 來山路上呈現看看 不同定位的輪胎 在山路上實際開起來的感覺 是差異在哪裡 大手筆啊 那不如我們就上車吧 OK 走 先這一台吧 我們先開這台 一坐上來 進車裡面感覺就很不一樣 紅色的耶 很熱血耶 通常只有新人車啊 熱血的車款 它會配紅色的安全帶 對 Vicaro的兩張賽車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喔 這是Vicaro的喔 對 它只是表示 是 包覆性 我們這種 肚子有一點肉的 包得非常好 而且它 它算是同椅啊 你看它旁邊 這樣高手 你看它這邊直接有動 功能可以直接升級4.4安全帶 下賽道直接換安全帶 這個是 彈纖維 彈纖維的試彈 這個是 哇喔 好久沒有握到這種 純手牌的牌道 你看它這個握的角度 希望你手一個90公斤 我第一次這麼羨慕你 看到嗎 第一次這麼羨慕你 有機會 等一下一定有機會 好 上路上路上路 哇好棒喔 這個聲音 而且這種 這種感受 有點興奮喔 對 突然興奮之餘 還是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一台Cilling彩包 那它的動力租源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它搭載的是 EG直列四缸的2.0勝 汽油渦輪增壓一級 它是最大的 對 它是渦輪 對 那講到這一台車 為什麼我們今天 這麼興奮呢 我想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首排車很久沒有遇到 它又是一個性能的設定 而且最重要的 它是CIVIC Type R CIVIC真的是經典 從以前陪伴著大家長大 然後一直到現在 全新的喜美 在國外已經發表了 然後還有這個喜美的 不是叫喜美 台灣已經正式 跟名叫CIVIC 然後到現在 有幾年的CIVIC 菜吧 欸 你看那個感動 它陪著我長大耶 他在陪著你長大 他在陪著你長大 是陪有啊 有對不對 音節玩過 還陪我的是硬皮沙 硬皮沙 哇 這些都經典 所以我今天好興奮 我覺得好像看到老朋友 老朋友 那是說老朋友的小孩 喔 對對對 老朋友的小孩 好感 那講完這台車 那可能有些人 沒有什麼概念 它那種感覺 就有點像 Nissan的GTR 風雲戰神 對 或者是三菱的 Evolution EVO 或者是SUBARU的 STI 或者是WRX 以前的Evressa 等等 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台車的定位 就是像各家車場的 最高性能車的意思一樣喔 但是其實有些人 有些 可能品牌的名思啊 就是會覺得 花了兩百多塊買一台 日系小看 好像一人都知道 能這樣說嗎 但是我覺得 以我現在短短的 開了幾分鐘的路程 我真的覺得它開起來 很有歐洲車的 這樣的一個氛圍 底盤 好險 你講到重點 因為現在呢 這個SIVING Type R呢 它基本上是一個 日平的狀態 對不對 所以你要說 它是純日系車嗎 好像 也不能這麼說 它從7代 我記得 EP3的時候 的Type R 後來8代的2 都是在英國有製造 甚至逆輸入回憶 但是我覺得很小心 還是不要忘記 今天的重點 好不好 今天的重點就是 這個輪胎啦 輪胎 開起來怎麼樣 其實今天的試車的企劃 很特別 我們找了兩台的Type R 對 那這台藍色的 它用的輪胎 其實就是因為當初 車主流到我們 一個大風管賽車場 去做一些Track Day 的重型會的營業 還有換了一個 比較偏半定期的 熱輪胎 8888這樣的 所以剛開起來 坐起來 醫生有沒有聽到一種 滾動的聲音 輪胎的聲音 它的胎塊就是所謂的 油溫的半熱輪胎 它一塊是胎面很大塊 所以在 我們現在 今天在馬路 山路開前 其實噪音上 我覺得是 有點沒辦法接 太吵 像我們講話都要拉高升 這樣 對 而且 我覺得它的抓地力真的很過癮 每一個萬幾乎都是黏在地上 聽你講著講著 你都熱血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越來越熱 越來越熱 這就是一個熱血的表現 喔喔喔喔 這個貼背感 大概就只有手排車 可以帶給你這種混錯感 喔喔喔 這個好黏喔 輪胎煞車 這個真的好黏喔 而且 它的煞車是四火山 跟那個 這邊是 這邊是 這個卡卡 對 所以它自動的一定也很過癮 而且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知道 一直聽到輪功傳來 對 就是因為它的輪胎太快很大 所以一直在把那個碎層打到裡面 對 而且今天可能氣溫也稍高一點 所以它的輪胎呢 小心跟你剛剛說它半熱熔 油聞半熱熔 我想它的胎也開始熱了 你故意壓這個聽一下 有沒有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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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這就代表它的胎熱了 然後會黏起地上的一些碎屎啊 或者是一些 像這邊有樹枝啊 一些雜物等等 我這感覺好過癮 很棒 幾乎像歐洲的鋼砲 我很少這麼羨慕你的你知道 很棒 幾乎像歐洲的鋼砲 我很少這麼羨慕你的你知道吧 所以小型哥這一台 它跟剛剛那個藍色那一台的差異是嗎 其實基本上車頭一樣 就插在它的鞋子 四條輪胎是原廠的CSC6 那它的這個原廠配的胎是什麼胎啊 那這個胎其實是一個很新的一台 這個歐洲的德國馬牌的 它所謂的訴求啦 它是一個所謂的這個 高性能的全方位的輪胎 高性能的全方位 高性能的 全方位 那道路使用的 道路版 所以大家聽到這個 可能比較興奮一點 因為跟自己息息相關 而且我現在覺得 它整個車輛的動態啊 一樣是抓得很穩啊 也是很穩啊 對啊 我覺得它差異 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大耶 像一般的道路用胎 跟剛剛那種競技胎 其實我覺得落差不會太大 醫生你知道這台車 在紐柏林 它在推出的時候 紐柏林有做出一個 很傲人的 全球最速的 FF前驅車的成績嗎 我知道 它有去做一個測試嘛 對 它測出來的成績 我覺得 都讓我還蠻訝異的 我幫它整理一下 因為它的時間的話 小鑫哥你應該知道吧 七分多吧 七分五十秒 五十秒 點六三 對點六三 不錯 斤斤計較 七分五十秒 點六三 各位可能沒有什麼 概念對不對 但是呢 它贏過了很多 跟它 不同 國家 不同廠牌的對手 我舉個例喔 好 BMW M3 厲不厲害 M3 對 CSL喔 我記得看那個成績表 就CSL喔 更輕量化更新人的版本 對 好 大家可能還沒有什麼概念 沒有關係 GTR Nissan的東銀戰神 厲不厲害 然後呢 Lamborghini的小牛 根本都是超跑的 對 根本就是超跑 不是通機車吧 不是通機車 對啊 所以這個Civic Type R的成績 在紐柏林 甚至比它們還要快 但是 但是小鑫哥你說 它跑出來是用這條胎 因為紐柏林車道是一個 二十多公里的一個 它有上坡下坡 有大直線 然後也有很小的彎道 對 甚至天氣不好的時候 它也會有一些 濕滑的路面 對 因為紐柏林其實 對 它很大 所以它可能東面跟西面 它的路面的狀況會差 是 所以有的是乾的 有的是濕的 我以為它是換胎上針 並沒有 它其實當中這個HONTA的測試 我們看到一些官方的介紹 就是用這個原廠配台 來做測試 就這一條 而且現在一樣可以聽得到 它把路邊的一些碎石 黏起來的這個聲音 所以它的 可能這個抓地力的表現 也會很好 但是一般來講 抓地力表現好的胎 它通常都會比較柔軟 它可能壽命都比較短一點 這既然是在道路使用 又是賣給一般的車主 當然在經濟的這個節能性表現 當然不能太長 不管抓地力 或操控性 或者是節能方面的耐用度 都比前代更的精進 大概有進度了二十到三十年 就是這麼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 橡膠的研發 因為他們的配料 一直不斷緊緊 我覺得輪胎創造了很多的奇蹟 打破了以前 我是對輪胎的觀念 以前你要耐磨是不是 就買那個什麼 化石胎 對 就是你要耐磨 它的抓地力表現就會很差 對 能耗質數高一點 大概三百二到四百六 對 你可能一剎車它就滑出去 或一轉換你就會覺得 欸 車子好像要失控 我們也一再地強調 車馬力再大 操控再好 永遠 地心引力 車輩好的時候 很抱歉 就是四個原牌的 四個胎面在接觸地上 大概是四張明信片的這個 接力面接啊 裝不住也沒有用 這種感覺喔 就像各位 如果你去打籃球的話 你要不要一雙好的曲線 我覺得其實要跟觀眾講說 我們不是馬力越大 你努力越大的車子 就好像越棒一樣 其實我覺得不是那個 像之前我開過一些 大馬力的後驅車 尤其那天的夏天 沒很多東西失控 對 它那個屁股啊 真的很不安分的 一直在滑移 所以它在駕駛起來 是不是很有難度嗎 簡單來講就是你要有一些 駕駛的次數 對 我覺得像這個泰伯亞的調教 就是很讓我們不上手 很平易近人的一個高性能車 對啊 尤其它又是前驅馬 對不對 而且它原廠所以就配了好胎 像一般人的駕駛技術 一上車大概十分鐘五分鐘 就可以掌握到這台車 一個超風險的氣球 欸 重點喔 重點是你要會開手排車 對啊 你如果想要很完整的體驗 一台性能車的話 我覺得手排降照 是你第一件要去完成的事情 小星哥 欸 我看你今天開得很開心喔 對啊 我覺得這個Civic Type R 9代很棒 幾乎像歐洲的鋼炮 我很少這麼羨慕你的你知道嗎 蛤 我覺得今天因為都是你在開啊 所以你對它的這個配胎 應該還蠻有心得的 最後幫觀眾做一下你的心得總結好不好 我覺得除了這個車子的性能 真的讓我很訝異之外 我覺得性能胎的這個部分 也讓我覺得非常訝異 因為我覺得說 儘管有一台車 它配的是這個 所謂的半熱熔的競技用胎 它是在賽道上比較喜歡 這種熱血的車主去升級去用的 對 但是我們也在試賽過程中 有提到它的一些缺陷 就是噪音 滾動的這樣的噪音會比較大 比較不舒適 以及會比較硬一點的感覺 但是我們一旦試到了今天這台白色 它配的是原廠的這個CS-C6 這樣的一個高性能胎的產品 我非常訝異的 它的性能幾乎有媲美這種 賽道用的輪胎的抓地力的表現 以及轉向的這個指向性都非常好 而且是噪音我也覺得非常的舒適安全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日新月異的這個輪胎科技 真的非常難得 所以在這個我們開的一台高性能車在路上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配胎產品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通常啊 我身邊只要有人感受到這個 科技的日新月異啊 對 這就代表那個人呢 他老了 結論是這個 但是呢 今天的重點就是 輪胎可能不是每一個人都要選擇到性能胎 對不對 有些人可能可以針對自己的需求 你想要安靜一點 舒適一點 甚至你常常下雨的環境 你選擇乙胎都可以 所以今天我們想要告訴觀眾朋友 就是選擇自己最適合的胎 才是最重要的嘛 對不對 那小型哥 我覺得我們下一個單元呢 也很令人期待喔 你看像剛剛我們的製作費 這個大概五百萬 五百萬 等一下的這個愛車診療是之後的 這個好車鑑定王 也是很不得了啊 這次委託的案例比較棘手一點喔 很嚴苛的一個委託的條件 這位先生他的預算也是 不會輸給這個單元喔 所以讓我們期待一下 等一下的好車鑑定王 好車鑑定王陪你選好車 又到了這個單元的時候啦 要教大家怎麼選好車 而且選的CP值可以很高 對 那在這邊呢還是要告訴各位 如果你有需求的話 就可以寫信給我們 來信 委託我們來幫你找車喔 很相當的認真 對 那小型哥相信今天 我們是不是又收到了一些 委託的案例呢 對 我們今天收到一位台北市孫先生 現年三十七歲 這麼年輕 他的工作是室內設計師 他來信是說他的預算 大概有四百五十萬 這麼高 不過他的要求滿高的喔 他想要買一台高級的跑房車 或是到超跑等級 然後更嚴格挑戰我們的一個任務就是 他希望這台車是五年以內的車齡 五年 然後里程數要在兩萬公里以內 五年兩萬公里啊 其實在這邊好像透露出一些線索 因為通常超跑 只有超跑會有這樣的年份跟里程數 因為通常它是第二台車嘛 很少開 不會拿來當代鋪車每天上下班 但是也不好找耶 沒關係 這個任務再見 我們還是幫他找到了一台不錯的選擇 所以你找什麼 就是這一台 Maserati的GTS Auto Grand Turismo S 猜猜看這台車的價錢怎麼樣 這一台車它的新車價 大概在七百多萬左右 七百五十萬上下 那它的年份呢 2012年的 現在2014年了 是你 我覺得你完蛋 怎麼說 完蛋這一集要開天窗 你應該是報預算了吧 這一台我猜大概五百多萬 五百當然不可 我不會讓我們的委託人失望的 那我們就請這個車上的老闆 王老闆來為我們公布這台車的售價答案吧 好 大王老闆 是 還是要請你跟大家公布一下這台車的售價 它到底有沒有符合我們委託人的這個期待 大概 大概如果看你的喜歡 你今天能決定嗎 你今天能決定當然我會跟你講 我委託人失望四百五十萬以內 它的預算只有四百五十萬 四百萬 四百萬十萬以內應該 好 好 好 你應該是報預算了吧 這一台我猜大概五百多萬 當然不可 我不會讓我們的委託人失望的 那我們就請車上的老闆 王老闆來為我們公布這台車的售價答案吧 大王老闆 他到底有沒有符合我們委託人的這個期待 四百萬十萬以內應該 應該是沒問題啦 沒關係 如果你今天喜歡 我給你一口價四百三十萬 四百三 對 所以比我剛剛預估的差了大概一百萬左右 四百三十萬 我剛剛非常有誠意 對 但是我剛剛比較好奇的是 小型哥剛剛提到的一些規格 對 大家不覺得很驚訝嗎 一二年的車 對 一二年然後不到一萬 才跑一萬九 對 才跑一萬九 這麼新的車 它怎麼會在這邊啊 它是有什麼問題 問題上基本上是沒有 因為會擁有這台車的人 通常都會擁有四台 四台 四台 所以他們一般就是假日開出去 然後就回來了 對 所以說里程序才會跑這麼少 對 那它怎麼會想要把它跑爽 又想要換車的話 當然 最新可能永遠是追求不完的 對 永遠是追求不完的 對 王老闆我很好奇 像這個Masarati 現在在台灣中午的車子 其實滿受歡迎 那通常買這樣 這個品牌成績的 大概是什麼樣一個背景的消費性 現在都有去年輕化 七年級生 還有八年級生 七年級 八年級 八年級 八年級出頭的 小型哥 原來我們兩個是魯蛇 像這台車很特別 它是GTS 4.7 V8 所以聽說是法拉利等級調教的引擎 對 沒有錯 但是4.2就沒有了 所以一般的消費者會比較喜歡 4.7的這台車 所以這台車非常難得 音浪會比較混 因為Masarati的特色就是它的音浪 OK 但是今天我們當然還是要來幫這位先生來鑑定一下嘛 對不對 怎麼樣老闆 今天有沒有信心 有 會不會通過考慮 有 每一集的老闆不都這樣嗎 老闆通常都老 老梗了 車子的品質你放心 車子的品質當然也不是我們在講的 我們但是希望說第三方鑑定 對 也歡迎你去原廠蒙地拿鑑定都沒有問題 原廠鑑定 對對對 這兩種鑑定都沒有問題 各種鑑定 沒有保障 見證張吧 來看一下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走走 我今天沒有翻譯 你講給我 我可以 簡單的問題 你看你 你拿 你 我 你 你 你 他 他iPad是中文 他是中文嗎 真的 你才能懂中文 我懂 你是 搞了老半天 你是中文的 對 你是台灣的 對 那剛才在那邊假笑 那跟前幾集的日本人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不是 不是 之前他們不是說 鑑定師好像都是日本人嗎 對 是日本來的一個鑑定的系統 那他是 台籍的 那他 那他 那他剛在 所以台籍的鑑定師很多 是嗎 沒有 只有一個 一個 對 全台灣都你 在鑑定 就是你吧 就是我 就是你 只有你一個 台籍就你一個 對 你骨爆 我不要這樣說 骨爆 現在 五千多台有了 一個人 就是五千多台 還是很多 為什麼不再多訓練幾個 這樣你不會那麼辛苦 沒關係 這個時間 辛苦是很幸福的 你是想要加入鑑定師 有興趣嗎 那你有土地嗎 沒有 沒有 奇怪 我想說 台灣這邊應該可以多培養幾位 所以這樣在溝通上面 是不是也比較 比較方便 還好 跟我們是比鑑定師溝通 沒有問題 我們覺得有點辛苦 還有 他可以說你這個不必 因為講真聞的多好 然後車哪裡有問題 你就可以直接問大哥 像他現在在檢測哪裡 那之後會不會有 其他的台灣鑑定師出現 這個還不清楚 還不清楚 所以沒有打算 要再培養第二個國法 沒有 讓我們鑑定師專心 讓他看一下 不要讓偉國人 失望這台車鑑定的狀況 而且小型哥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幾集 鑑定師不管是日期還台期 鑑定的地方 鑑定的方向 好像都差不多 我記得之前 雙田鑑定師有說過 大概全車有340幾個項目 那我看他 其實大部分的流程 是都一樣 照一個SOP來做 那這樣是不是代表 每一台車 你檢測的方式都一樣 那是不是代表說 我們消費者 自己出去買車的時候 可能不是跟店家買 可能你們也沒有鑑定過 可能是私下交易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一個 重點式的檢測 有什麼東西一定要看 特別教我們的觀眾一些 怎麼挑 最基礎從哪裡去看 最基本的 就像這個後箱蓋一樣 我們就要打開 那第一個動作就看他 這個螺絲有沒有 被工具轉開過 可是這怎麼看 現在很明顯 螺絲跟這個 都是有烤漆的 對 那螺絲是有幾個腳 六個腳 對 一二三是五六 那你要轉動這個螺絲的時候 一定要套工具 上到它的漆 套筒 或是排口 梅花的 那你這個六個腳的漆 就會不見 那就會受傷 而且旁邊的漆可能 會斷裂是不是 對 它其實有點像手機的保固 有一些貼紙 或螺絲 轉過都可以看到 對 那如果有發現被轉過 代表什麼 那可能是不是因為 有撞擊維修的這個痕跡 有換過新的板件 對 當然也是要在 有轉過還是要看一下 其他部位的一個狀況 人家說反走過 佈對一下 如果你有撞過的話 怎麼瞞都瞞不了 像這些地方都是重點 那大哥 像這個螺絲很好看得見 對不對 那有沒有什麼是隱藏的 比較可能大家會忽略的細節 像前葉子版 有的會隱藏在這個黑度 固定在這個黑度這邊 像這樣看下來 你會發現 這裡有一顆藏在這裡面 看得到吧 在最裡面的深處 對 那這一顆基本上 很少會去動到這一顆螺絲 對 所以這顆螺絲有動 當然也要參考上 像上面這一排的螺絲 那基本上可以動的話 可能對 可能就是有更換過 可能有側向的狀態 或是一些 某一些狀態的原因 導致它把它換邊 像這邊一般的螺絲 它在維修保養上面 是不太會去碰到它 如果有碰到的話 就代表有問題 對不對 對 所以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檢測 我會建議各位大家 多去翻一翻 對不對 多看看它的螺絲 對啦 是這樣子嗎 對 今天學到了很多 那你檢定完了嗎 OK 那檢定完了 我們準備來到前面 我們叫老闆出來 老闆 鑑定完了 這邊請 對 大哥這邊請 我們的鑑定結果 應該已經出來了 對不對 對 那我們來先了解一下 這個車礦怎麼樣 車礦是不錯啦 修復力是沒有什麼任何問題 板金呢 板金是都沒有更換過 都是還是連板件的 所以這代表 老闆 你今天 通過考驗啦 恭喜你 孫先生的這個嚴苛的 這個委託的安排 我還算是達成了 就是450萬的預算 那今天呢 我們好吃鑑定王 也有成功圓滿的幫 委託人找到了一台 非常好的參考標的物 對不對 那也歡迎各位 有需求的話 寫信給我們 別忘了上臉書 搜尋我們寶島風車訊的 粉絲專頁 告訴我們任何的需求 沒錯 更重要的是 下週同一時間 不要忘記收看 寶島風車訊 掰掰 開了車了嗎 來 請喝幾位 擦拭點